最新疼他们的大姐 今天会不会带兵来到现场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5 4 3 2 1 请恩键 其实没有事 我觉得他们好傻 也许我们都傻 大家好 我是他们的姐姐 我叫刘欢欢 我比她大一岁 祝大家吉祥 要学会笑 不可以哭 大姐这番话 很像开场前的那个开场话 可能是因为职业原因 你说我们家里面 好不容易有一个 有这么有出息 文化又高 每年还全班三强的 是不是 第一第二的 你怎么就不珍惜这个机会 这不是让人生气吗 你没出来之前 我就想得出来 你是什么性格 我是个男孩子性格 如果她也是个娘娘 每天泪眼婆娑的那种 菩萨心肠的 就不可能带着这几个人 出来讨生 那是绝对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这样 欢欢 你刚才和弟弟之间 争执的话题 你可以跟大姐进行商量 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告白时间 你把你内心所有想说的话 跟大姐说 接下来依然是 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 告白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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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